鲍尔森自1986年起就在皇家骑警就职 此前他在本国空军部队担任了7年的飞行员 2005年 鲍尔森从卑诗省调到沃泰华的皇家骑警总部 在得到总理哈珀亲典成为皇家骑警新总监之前 鲍尔森一直担任副总监职务 鲍尔森在今天的仪式上发表讲话称 自加入皇家骑警以来 他一直十分热爱这份工作 鲍尔森承诺将不会辜负国家和人民给予自己的信任 并将谨慎对待新职务所赋予的权利